上一集王立群先生讲到 因巫捕之祸 太子刘剧被冰子杀 一场血腥的宫廷斗争 终于以太子之祖收场了 事后仗义之言的胡冠三老 冒似上书 被太子喊冤 失去判断的汉武帝 此时慢慢开始 归于平静 意识到 太子之祖是个冤奈 说杀爱子 这可能是汉武帝晚年 最为痛苦的事件 如何还太子一个清白 一言九顶的汉武帝 会低头认错 他将如何为太子善后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王立群读史记 汉武帝之临终脱雾 怎么样为太子的冤案做善后 而善后的前提是汉武帝内心的追悔 而这个追悔呢 我们上一集已经讲到过 胡冠三老 在给他上书的时候 他已经意识到了 但是那个时候汉武帝 一是缺乏勇气 二他是转不过来弯子 一下子转不过来 由认定太子谋反 到认定太子被冤杀 他这个弯子转不过来 再说汉武帝是一代雄主啊 六十多岁的一个老皇帝 你要叫他认错 总得给他搬个梯子 叫他下台阶吧 他爬了三十九级 下台阶的有个过程啊 谁给他搬梯子 搬个什么梯子 他才能颤颤巍巍的下来 这也是问题啊 所以汉武帝晚年的话呢 首先从胡冠三老上书以后 他已经觉得是冤案了 后来在太子子里 或者继续去查 查的结果 就原来告状的那些京城的巫谷 绝大多数是冤的 所以他越发意识到 太子是个冤案 怎么处理 怎么下台 这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 又出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我们不得不记住他 这个人就是汉武帝 一生中间封的 十三任丞相的最后一任丞相 不过 这个时候他还不是丞相 他后来就成为丞相了 这个人叫田千秋 田千秋是武帝晚年的一个关键人物 而且这个人后来到汉昭帝时期 汉武帝死了以后是汉昭帝继位 他还做丞相 到了最后他老了 不能上朝了 还允许他坐着车去上朝 所以他还有一个名字叫车千秋 这个人是个什么职务呢 他是个 管高祖刘邦 林寝的一个关 就是刘邦死了以后 有一个陵园 管陵园的一个小关 而这一个高陵寝 田千秋 给汉武帝写了第二道 关键性的奏章 这个奏章呢 很短 子弄富兵 罪当赤 天子之子 过物杀人 荡河最等 陈长梦见 以白头翁 娇尘延 就是 田千秋上书讲了三个问题 他说 第一 太子我反要我看 叫什么事情呢 叫子弄富兵 就是玩弄的弄 弄就是玩 就是儿子拿着父亲的军队玩了一下 这算什么罪呢 罪当赤 打一顿屁股就算了 这不算什么罪 第二 天子之 过物杀人 就是皇帝的儿子 犯了错 杀人 错杀人了 你应当判了什么罪啊 判了什么罪啊 换过来说 也就是田千秋认为 皇帝的儿子杀错人了 什么罪也不判 这是第二条意见 第三条意见 他说 这些话 不是我说的 我梦见了一个 白头发的老人 告诉我的 把这个梦 托给我 让我告诉你们 田千秋这个话 说的太妙了 田千秋这个话的要害是两点 第一点是怎么看待 太子的头发 第二点是说 这不是我说的 是一个白头老人 托梦给我 我把这个梦 说给你 这两点都非常巧妙 我们先说第一点 在田千秋看来 太子谋反 不过就是儿子 把父亲的兵 抓过来 自己玩了一番 不算罪 顶多打一顿就行了 这是用平民视角 用我们平常家务事 这个观点 老百姓的观点 来看待皇家的事情 本来太子谋反 这是一个 危害国家安全罪 这是一个大罪 危害国家安全罪 但是叫田千秋看来 这不过就是儿子淘气 拿着父亲的兵 玩了一番 打一顿屁股就了了 不算什么罪 他对太子的罪 做了一个重新的战事 这就为太子平反 制造了理论根据 第二点更巧妙 这不是我说的 这个话 是一个白头发老人 托梦给我的 这个白头发老人是谁呀 田千秋是汉高祖陵园的 看守官 这个白头老人 其实就是汉高祖刘邦 这是高祖刘邦 托梦给我的 这个话说出来 汉武帝可找到台阶了 这个台阶太好了 因为他要改这个错 最好的台阶是汉高祖刘邦 给的我这一个 这个指示 我再改这个错 理所应当了 所以汉武帝太高兴了 立即召见田千秋 召见以后啊 汉武帝高兴得不得了 说了一番话 他说这个父子之间的感情啊 很深 父子之间的关系很特殊 一般的外人是很难 插起来说话的 中国有一句古话 叫书不见亲 就是外人不能插到 亲人中间说话 你这个说话 你很难把握分寸 叫书不见亲 他说你看 父子之间这么难说的话 你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 而且这又是高皇帝 托梦给你的 所以汉武帝一高兴 立即做了三条决定 把这一个本来最下级的 汉高帝陵墓的 把守陵园的官 就是高陵寝 一下子提成什么呢 提成大红颅 大红颅是主管少数民族 和诸侯国家识 诸侯国事务的 九卿高官 就一下子提成正部级的高官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杀 不过这一次不是杀什么的 不是杀当年没有帮他镇压太子的了 这一次是杀当年帮他镇压太子的 上一集我们讲的是那些不帮他杀太子的 他杀了 这次他要杀的是那些当年帮他杀太子的 他要杀了 一个不拉全杀了 第一个 江冲已经被太子杀了 这还不解恨 江冲全家灭族 这是第一步 还有那个宦官苏文 是第一个跑来告太子谋反状的 把苏文活活烧死 这是第二步 第三 当年因为杀太子立功封赏的人 这一次全部杀掉 这三刀很厉害啊 这温柔三刀 可以说把当年帮他镇压太子的人 全杀光了 天前求的尚书为太子平反 拉开了一个序幕 太子之死 让汉武帝陷入了万年丧子的痛苦中 他追悔不死 根据史书的计划 汉武帝不但杀了江春的帮凶 他还修复子宫 建斯的台 寄托自己对儿子的无限爱子 汉武帝的种种作法 已经让人感觉到他内心 强烈的自责 但是太子之死 对汉武帝的影响绝不仅仅是真心 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内政调整 汉武帝为什么要这样做 太子之死到底给汉武帝带来了什么 因为从冤杀太子开始 汉武帝就在考虑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做错了 为什么原因导致我最终杀了太子 冤杀了太子 所以他由对这个问题的反思 连接到一连串的我几十年来实行的政策 有没有失误 争合四年的时候 这一年很关键 这一年汉武帝出台了许多重大措施 第一 他先跑到山东去做了一个巡视 他在山东巡视的时候 他做了两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第一汉武帝亲自下地去耕田 皇帝亲自去耕田 当然这个时候汉武帝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 一辈子没种过地 他那耕田那就不要太当真 就说他做到样子 但是他暗示了表达了一个信息 就汉武帝重视农业生产了 第二件事 他对他的大臣们讲了一番话 他说我继位以来做了很多让老百姓受苦的事 从今以后这些事情一件也不许做 这是真和四年的春天 三月份出现的事情 这个事情出现以后 等于说是汉武帝发出了一个信号 要改变执行几十年的既定国策了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他这个信号发出来以后 第一个接收到这个信号 而且听懂的人又是田前秋 田前秋一听到这个事情以后 立即给汉武帝上了到张表 田前秋的意思说得很明确 说你多年以来皇上一直宠幸 这个神仙之术 所以京城聚集了很多方式 这些人话都不可靠 也不灵验 求皇上把这些人全部遣散 追求神仙是汉武帝一生之梦 求仙之梦是汉武帝的长期的一种愿望 田前秋上书要求把方式赶走 遣散 汉武帝立即采纳 把方式全部遣散 而且做了第二次自我批评 他说我一辈子追求长生 现在看来长生之术是没有的 方式的话是不可信的 这是汉武帝一年之中第二次做自我批评 到了这一年的六月 汉武帝下令 任命田前秋从大红炉改任丞相 而且汉武帝封了他的侯 叫傅明侯 田前秋很快的从一个高地陵园的看守官 升为九卿的大红炉 再升为丞相迅速的得到起码 这是征和四年的第二件事情 征和四年的第三件事情 就是伦台罪起招 就汉武帝手下有一个管财政的大臣 这个大臣是很得汉武帝信任的 汉武帝对匈奴作战主要是靠这个大臣替他筹击军款 这个大臣给皇帝上了个奏章 要求在新疆的轮台 就今天新疆的轮台县 驻守军队 屯肯 就是一边驻兵 一边来守卫边疆 汉武帝看到这个以后 首先是否决了 这个屯肯的上书 而且下了一道诏书 这道诏书叫罪起照 因为这是为轮台肯书来写的 所以在历史上 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轮台故事 在轮台罪起到中间 汉武帝主要讲了这么几点 第一 不允许在轮台驻兵 第二 我这一生中间做了很多 让老百姓受苦的事 今后凡是劳民伤财的事 一律不许做 最后一点 要采取各种措施 恢复生产 这个轮台罪起到很不容易 一个皇帝 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皇帝 他能够公开的下诏 承认自己的错误 改变国策 不再顾及面子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司马光在自治通鉴中间 评论汉武帝的时候 曾经说过 说汉武帝跟秦始皇相比 没有区别 汉武帝跟秦始皇是一个样 但是汉武帝有王秦之过 没有王秦之失 就是他有秦始皇的过错 但是没有造成秦始皇王国的结果 原因就在汉武帝 有一个优点 就是他晚年直到悔改 这对一个君王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轮台罪起 应当说是汉武帝晚年 一个重大政策调整 当然这个时候已经很晚 这是征合四年 离汉武帝直死 只剩两年了 所以这个时候 汉武帝算是彻底结束了 所有的对外的战争 我们可以说 他是一心一意搞建设 但经节律 谋发展 一心一意的要搞经济建设 他不再对外打仗了 所以轮台罪己 是汉武帝一生 一大手笔 一代民主 他的伟大之处 就在于他能够承认自己的错误 公开的认错 公开的改过 这是一般的昏庸之主 做不到 唯我独尊的汉武帝 公开向天下人 召告自己的过失 这是当皇帝的很难做到的 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个 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从某种意义上说 泰勒之子 成为汉武帝一生 终以要的分界线 他一概以往的连绵征战 进而发展经济 重视能力生产 可以说 此时的汉武帝 平静了许多 也冷静了许多 但是太子一样 晚年的他 还是不得不面临一个 以谁为太子的问题 那么在汉武帝的儿子中 他将会选择谁来当太子呢 这会不会又是一场新的 公民为之争呢 汉武帝 在平反冤于 改调整内政以后 汉武帝面临的最后一个大问题 就是 昌仪王 昌仪王是谁呢 昌仪王是汉武帝晚年 非常宠幸的李夫人的儿子 李夫人是汉武帝的爱妃啊 死得很早 李夫人是个很聪明的人 李夫人临死 就是他病重的时候 汉武帝几次去看望他 这个李夫人用被子盖着脸 不让他 汉武帝看他的脸 汉武帝非常遗憾 几次想看 李夫人不让他看 所以后来汉武帝 一直非常怀念这个李夫人 后来就有人就问李夫人 说为什么皇上来看你 不让他看你的脸呢 他说我现在害病以后 我这个面容变化很大 如果皇上看到我这个脸 他对我的印象就全破坏了 如果他不看到我的脸 他脑子中间始终存在的是 我当年最美的那个样子 他在我死后 就对我的家族格外的照顾 所以我绝不能让他看到 我临死的这种惨状 所以李夫人做得很高明 所以李夫人死以后 汉武帝一直很怀念这个李夫人 李夫人生的儿子就是昌仪王 这是汉武帝 按他的六个儿子中间 排序第五的儿子 昌仪王 他的母亲是李夫人 而李夫人有两个哥哥都因为 他那个妹妹得到宠庆了 一个是二师将军李广丽 这是汉武帝 三元对兄作战的大将 魏清霍聚病和李广丽 三个人 魏清霍聚病虽然是外戚 但是都有军事奇才 李广丽也有外戚的身份 但是李广丽完全是个庸才 不具备魏清霍聚病的那种军事天才 所以李广丽 在一次出征的时候 这一年是争合三年 因为这时候匈奴入侵 汉武帝就派李广丽出兵 李广丽在出兵的时候 和丞相 就是我们上一集讲到的丞相刘屈毛 两个人有一番对话 这前套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要说明 李广丽 二师将军 李广丽给丞相刘屈毛 两个人是儿女亲家 儿女亲家 他俩的关系非常近 是亲家 而昌仪王呢 是李广丽妹妹的儿子 也就是他的外甥 是他亲外甥 所以李广丽在出兵的时候 丞相来送给他送行 他就给丞相说 你想办法做工作 让昌仪王继位做太子 昌仪王继位做太子 李广丽就是未来的皇上的舅舅 那么刘屈毛 给这个李广丽是儿女亲家 也是个受益者 两个人就密谋了 说了一番话 但是事情做得不机密 这个话被人听到了 马上报告给汉武帝 大臣们在私下的议论 立谁为君主 在封建社会 这是谋逆之罪 是杀头罪 所以事情一发作 那么汉武帝立即就把丞相刘屈毛 给抓了 抓了刘屈毛以后 一审查 刘屈毛的妻子还有污谷 那这事情就更大了 所以丞相刘屈毛和他的妻子 包括他家人全部被杀 杀过以后 又牵涉到李广丽 结果的话 把李广丽的妻子孩子也全杀了 而杀李广丽的家属的时候 李广丽还带兵带外边 结果李广丽听到自己的妻子 孩子被杀 他想给予立功来求得宠幸 结果他贸然进兵 加上内轰 李广丽兵败投降 晚年这次李广丽算是投降匈奴了 这件事情结束以后 昌仪王淘汰出局 绝不可能再离昌仪王了 你想想昌仪王的母亲是早死了 他舅舅投降匈奴了 昌仪王绝对不可能再离了 第一个儿子被淘汰 第二个被淘汰的 是燕王 燕王叫做自取其主 老大太子 老二排行第三的是燕王 所以燕王就想着 怎么轮也该就轮着我这一个年长的了 立敌立长吗 我既是敌又是长 他就想好事了 他怎么办呢 他在后援元年 就是汉武帝临死 汉武帝是后援二年死 后援元年 这个燕王突然间给皇帝写了封信 他说我要求到皇宫中间 去做一个侍从 就是他不再做诸佛王 他要求进京在汉武帝身边做侍从 这个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什么意思啊 等着接班呢 你在外面没有机会再等着接班的 汉武帝一看 因为这个燕王汉武帝本来就觉得 他不是一个做皇帝的料 这个人为非作歹 做了坏事太多了 要让他当了皇帝 一定是暴君 所以汉武帝 把那个宋信的使者给杀了 然后就查这个燕王的事 一查出来 他还窝脏逃犯 汉武帝一怒之下 不但没有让他进宫 把他臭骂了一顿 还削了他几个县 你诸佛国有好几个县的 削了几个县 所以我们叫这个燕王是自取其辱 本来想进宫了 结果使者也撒了 县也被这个被削了 帝也被削了 还被臭骂了一顿 完了 第二个皇子又淘汰出去 第三个是广陵王 广陵王比那个燕王还要坏 平时干尽的坏事 但是汉武帝对这个不孝之子的不想杀 而广陵王也觉得自己当太子没戏 所以他就自动放弃了 不再去争了 这个也出局了 这样一来只剩下第六个皇子 也就是汉武帝晚年 得了这个皇子 这个皇子他的得到 有一个离奇的故事 就是勾异夫人的故事 汉武帝晚年走到一个地方 有人告诉了 这地方有一个奇女子 然后他就把这个奇女子找过来 然后这个女孩从生下来 一直到汉武帝召见她 这女孩这个手都是弯着 不会伸开 然后汉武帝的一掰 他的手就伸开了 所以汉武帝的立即被他的美貌所倾倒 这个时候汉武帝多大了 汉武帝是61岁 碰到这个十几岁的少女 一下子就爱上她了 就把她娶了 结果这个汉武帝的61岁 娶了这个十几岁的勾异夫人 生了一个儿子 就是勾异子 汉武帝很喜欢这个儿子 汉武帝就觉得他这个儿子很好 剩余的四个儿子中间 就这个儿子好 他想立 想立这个儿子 他觉得这个儿子身材魁梧 很聪明 心里头特别喜欢他 想立他 但是多大呢 这个儿子太小了 七岁 在汉武帝的几个儿子中 幼子刘富林深得汉武帝的喜爱 可以说立他为太子没有任何悬念 但是一个柔弱的肩膀 能堪复国家的重任 历史上无法有少主执政 大权旁落的力 而汉武帝已经一天天接近生命的终点 如他思考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怎样做才能让自己的江山更与好的延续 汉武帝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是 一年不如一年 说这个人到老的时候 大概有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一年不如一年 第二个阶段叫一月不如一月 最后一个阶段叫一天不如一天 这是很可怕的 很可怕的 和我同龄人的大概都有这个体会 我们现在还是一年不如一年 汉武帝晚年就有这种感觉了 找到感觉 他就觉得在赶快立 但是立这个儿子 必须得找一个辅佐他的人 所以他就在他身边的大秦中间 选来选去 他相中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霍去病 同父弊母的弟弟 叫霍光 这个霍光 从十几岁就在汉武帝身边 不是汉武帝 跟着汉武帝二十多年 如果我们可以算一下 十几岁跟着汉武帝 跟着他二十多年 这个年龄应当是在四十岁左右 是吧 霍光这个人 二十多年在汉武帝身边 没有说过一句错话 没有办过一件不妥当的事 这个太不容易了 所以汉武帝就看中他了 因为他觉得霍光这个人极其谨慎 他最谨慎的这一点 汉武帝就看中他了 所以汉武帝就要想 我要想个办法 怎么样来立这个 他想立他这个哨子刘福林 就让霍光作为他的顾命大臣 他怎么做呢 他先画了一幅画送给霍光 这个画画的什么呢 画的是周公背着城王朝见诸侯 周公背城王的故事源自周朝 就是周武王死的时候 他的儿子周城王年龄很小 他就委托他的弟弟 就是所谨的周公来辅佐他的幼死 这个周公呢 就背着他的这个侄子 来替他执掌朝政朝见主后 所以画了一幅图送给霍光 这个图一送给霍光 其实霍光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但霍光还装作不了解 结果到了这个汉武帝的后援 二年的春天 汉武帝病座 汉武帝是个很很敏感的人 就是在他临死前两天 他下诏 他把霍光这些人叫到身边 他就已经病得很重了 霍光就跪在汉武帝的床前 哭着对汉武帝说 说陛下万一有不测之事 立谁为太子 汉武帝说 这还我用说吗 立我的小儿子刘芙玲 你来做周公辅佐他 然后汉武帝当天就下诏 立少子刘芙玲为太子 立了霍光 金秘笛 上官杰 桑红阳 立了四个顾命大臣 汉武帝为了立他这个小儿子 他还做了一件 让我们今天看来非常残忍的事情 就是杀刘芙玲的母亲 勾义夫人 因为他立他这个小儿子 说他小儿子八岁 勾义夫人多大了 二十多岁 汉武帝有一天就借了个机会 历生的和斥 责备 勾义夫人 勾义夫人 吓得把那个首饰也去了 跪到地下求饶 汉武帝不依不饶 立即让武士把他拖走 勾义夫人走的时候很凄惨 一边被拖着 一边还不断地回着头看他 希望汉武帝能够饶恕 汉武帝是高声喊着 你必须死 最后把勾义夫人套下去 立即处死 这个事情过后 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人不理解这个事情 所以过了几天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汉武帝就问他身边的侍从 说你们怎么看这件事情 他身边的侍从们 就壮了壮胆子说了 马上要立他的儿子 为什么杀他母亲 汉武帝说你们这些人 是俗人 你们不懂 看看我们这个古代的历史 有多少国家的内乱 是怎么产生的呢 都是因为主少母状 皇帝很小 母亲很大 如果立了沟义子 八岁的沟义子立了皇 立位皇帝的话 他的皇太后才二十多岁 要一个二十多岁的皇太后 守寡终生 有备人性 他也守不住 必然会产生淫乱之事 那就是我们今天说 等于是要给汉武帝戴个什么帽子 这是汉武帝不能容忍的 所以汉武帝说一定要杀掉他 不能让他存在 而且汉武帝还下了一道命令 所有为他生过孩子的 不论是生儿子生女儿的 所有为他生过的嫔妃 一律出死 我们今天看来 汉武帝这件事情确实做得很残忍 在这件事情以后 他后面还隐藏了一个 汉武帝没有说得出口的理由 为什么要杀购义夫人 其实汉武帝是说了一个理由 怕年轻的皇太后出现 绯闻 这是他说了一个理由 还有一个原因是汉武帝没有说出来的 因为霍光作为首席顾命大臣 他再稳健 再有能力 他也是个臣 他是个臣子 而沟义夫人如果活着 他再年轻 他也是皇太后 如果说沟义夫人给霍光相比的话 一个是君 一个是臣 霍光的执政的权力 执政的能力会大打折扣 为了让霍光能够行使自己的顾命 的权力 不能让沟义夫人存在 因为沟义夫人存在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 沟义夫人干政 假如太后干政 那么沟义夫人就可能成为霍光的政敌 沟义夫人如果将来给霍光两个人干上了 你说说这个霍光怎么去扶政 所以除掉沟义夫人 等于是提前扫清了霍光 故政行使权力的一道障碍 这是汉武帝说不出口的一个理由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沟义夫人不干政 沟义夫人假如说他不去干政 那怎么办呢 那些反对霍光的大臣 就会跑到皇太后那去 打着皇太后的旗号 就会在皇太后的身边结成一个反活光的政治中心 为了避免这种乱政的情况出现 必须要保证一个中心 所以汉武帝在着之前提前处理掉沟义夫人 我们这样讲的话 就是汉武帝在处理这个问题中间的话 确实有他的有道理的意味 但是反过来我们替沟义夫人想太亏了 二十多岁 儿子要当皇帝了 自己就得死 太残忍 没有办法 但这也是历史中间 这个很难处理的一些事情 就这些事情是非常难处理的 作为汉武帝来说 他当时没有一个健全的政治制度 能够保证他的政权平稳过渡 所以他不得不采取这种非常残忍的做法 而且这个做法 去母存子的这种做法 汉武帝发明以后 被后来好多皇帝所效法 后来人们都仿道了个办法去做 一直延续到魏晋南北朝 到了魏晋南北朝 才把这种不合理的残忍的 积布人道的这个制度给废除掉 所以汉武帝在这个问题 这个解决除君之位的问题上 他也是废了很多脑子 最终算是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他死了 政权平稳的过渡到他八岁的儿子的手里 他的儿子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汉昭帝 这样一来 汉武帝就走完了他七十年的人生 所以汉武帝死后 人们对汉武帝的评价就很不一致 有人说他是暴君 有人说他是明君 有人说他是千古一帝 有人说他是千古罪人 所以对汉武帝的评价 一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定论 东说东的西说西的 甚至意见是完全相索的 那么像这样一位在中国历史上 既有作为又有很多失误的皇帝 我们该怎么评价他 请看下集千秋功过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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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